欢迎收看我们的岛 这阵子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包括说会不会缺电 包括电价调涨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我自己来发电给自己用 如果电价真的那么贵的话 那有没有办法透过水利来发电呢 今天我们的岛 这个Podcast固环境的人 要来邀请访问一个 在花莲生根30年的环保女英雄 不过呢 这几年她创造在花莲一个非常重要的 水利微发电的一个经验跟模式 那我们今天来透过 包括如何用水利来微发电 发电给自己用 以及这30年来 她在环保运动社区发展的坚持 跟成就 来欢迎是环保工作者 也是初英山文化产业交流协会的常务理事 钟宝珠 宝珠姐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宝珠姐 我们现在就是在你这个初英山文化产业协会的办公室里面 所以呢 我们偶尔会听到鸟叫啦 可能你有两只非常可爱的老狗 偶尔会闯进来 然后呢 还可能还要听到鹅叫啦 所以这边会有一些环境音 先来谈谈 在这里这几年你创造出一个叫做 微水利发电 什么叫做微水利 这边的尊高真的可以供给社区发电所用吗 微水利就是说 你看我们灌溉沟渠 其实宽度都不大 最多我们这边最多就两三公尺 然后我们看到政府在推的那个小水利 它的机组都很大 然后你造价很贵 是我们一般人用不起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想法 南华村的那个水浸 是利用初音山水利发电厂的微水来灌溉 这个水是中年不断 我们说那个水是来自麒来山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资源那么丰沛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想 有没有可能利用这个水浸来做一些事情 我刚有在你们社区绕了一下 那准央里面的水 真的是很湍急 是源源不绝 可是我想说这样子 这么小条一个俊高 有办法来供给一户甚至一个社区使用吗 如果说我们站在一户来讲 就是说我们不贪心 不贪心 那就是我们从105年有一组 那就是我们把它存在电瓶里面 然后它那时候一小时可以发350瓦 350瓦 然后你想水利发电水是24小时 是 源源不绝 对 那太阳冷 只有 也许七八个小时吧 七八个小时是夏天 那冬天它顶多就是半天 所以我们算一算那个效率跟那个功能来讲 水利发电反而创造无限的可能 又稳定 又稳定 那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是不是有可能 刚好有一个机组 它大概只要水深有70公分 水浸宽有50公分 这就小条纯高就是这样 对 然后那个水流速 我们说每秒只要1.5公尺 那其实不算快 不算快 就可以发电了 就可以发电 对 那我当然知道 其实那个所有的发电方式都差不多 甚至连核能也差不多 就是有一个动力带动一个涡轮 然后涡轮轮动 这个变成电力这样子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尊高我相信很多乡下地方都有 从东部到西部 从北部到南部都有 可是他想说 那能发多少电呢 我一间房子 靠一个小小的 这种微型的发电机 能有发的 就是说我们去想 它一个机组 我们说350瓦 你乘理24小时 它是几度 7万瓦 没有那么高啦 一天啦 一天 2.4度 2.4度 一天2.4度 一个机组 一天一个机组2.4度 那如果我有两个机组 那就是5度 对 一个家庭 差不多 可以 而且就是我们存在电瓶 白天大家上班 回来 晚上 对 开灯的时候 看电视 还有我充电 开电扇 是不是就可以用了 是 如果我们每个人或每户 都可以有100瓦行动 那我们说节能减碳 这件事情 每个人都有贡献 那我如果说 在你们这个菌高 放两个微型 其实那个应该也很简单 很简单 就把它放在水中就好了 其实也不用放在水中间 你旁边也可以 我们那个两三公尺的 就有一个上面一个架子 放两座或三座 对不对 然后每个10公尺 是 这一个 你看看 你一个菌高 也许是 如果我们随便讲 200公尺300公尺 你可以放好几百个 对 所以那个发电量 我两个 我就可以供给我晚上 因为你们这边又很凉 所以应该不用吹冷气 是 吹电风扇 然后看电视 点电灯 就绰绰有余了 对 都不用花钱跟台电买 是 这个很可惜 对可以 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工部门 显这个尾水力 效能不高 因为他们一直拼命在 要谈业绩 他看不上眼 对 他认为2050禁令碳排这件事情 这个尾水力 看不上眼 效能太小了 可是我们说蚂蚁雄兵 每个家庭如果 都省个五度 都有绿能 是 那我们全台湾 有多 可以减少多少 我一个家庭 一天省五度 对 我一百万个家庭 对 那就是五百万度 对 对不对 不得了 不得了 所以我们就说 像这个小兵可以立大功 所以我们就想说 我们当一个示范 是 所以我们在105年 是有一个机组 所以我就是 那个我笔电充电 吹电扇 开个灯 我就很满足了 所以说 如果那个水力发电 在运转的时候 我们现在环境这边 通通都不是用台电的电脑 对 哎呦 这很可行 对 我们这里 去年有跟荒野合作 因为我们这个是铁皮屋 所以你有太阳能板 所以我们就有太水的计划 太阳能结合为水力 那因为为什么会结合太阳能 是我们在推太阳能 我们现在反对的是农地重电 是 我们应该是住宅型 是 像这种铁皮屋顶 来加设太阳能面板就很好 降温 铁皮屋你很热 所以你应该要开冷气 对 那我就用太阳能发电 对 然后我吹冷气 我们现在社区很奢侈啊 因为吹冷气不用钱 我看整个南华 可能你们这一间吹冷气最开心的 对对 然后就是把它当电散用 OK 只要是像前几天 那个天气很好热 然后我们发电量很高的时候 我就开冷气啊 这有点炫富啦 是是 大家要怕开钱 结果你说 我在头发轮的 我们是炫绿能 炫绿能 我们是炫绿能 太水了 不过我们这阵子一直谈到绿能 可能发展一些困境 包括不管是陆域或是离岸风机 可能会对生态啊 环境造成一些影响 对居民 那个声音其实也很吵 那更别谈光电跟农地抢地这件事情 水力发电 特别是违水力发电 有办法创造出一个更好的绿能模式吗 我觉得如果政府愿意朝这样的方向去思考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因为大型的小水力 动辄都要超过五百万 甚至到一千万 几千万 那其实是一般家庭或社区 不可能 不可能的 那我们违水力的造价不高 超多少 我们之前那一组 几万块就好 大概十万块 因为你还要接那个 电线 电线 然后电瓶 电瓶 还有一些配备 是 所以我们在估说 如果在十万块左右 一组十万块内 对 那一般家庭或农民 当然可以 可以 那甚至我们农粮署 它其实都有补贴机械 是 那如果我们愿意把违水力 也变成可以补贴的一个工具 我们农业有用到温网室 然后有用到抽水的系统 什么 用到电 那其实 微水力很好用 你就用水 浸沟里面的水 来去抽水 对 然后温网室用到灯 所以他如果政府愿意补贴 然后其实农民负担就没有那么大 不过我们想的都 其实都是理所当然 但是务实来讲 其实全台湾 就是南华这个社区 微水力发电做的是比较成功的 很多地方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不外乎呢 就是说 俊高权力是谁的 照理来讲 这应该是农田水力会的 因为当时那个整个水力系统 灌溉设施都是他们盖的 所以你可不可以一般人就说 我要放一个微水力的发电设施 在那边来用电 来造福我 第二个是说 如果这个土地是公家的 那很可能就是国有财产署的 那你如果要跟国有财产署申请说 我要在俊高里面放一个水力发电机 我看政府可能都会 打好几个问号 我们刚好碰到这个问题 我们就是为了架设 那个微水力发电 过去是农田水力会 是属于私人的 现在都农业部的 现在竣钩我们这个竣钩 我为了协调土地取得的问题 刚开始 因为它这个土地是国产署的 我们一直以为这个灌牌是属于农水署的 不是 它有可能有私有地 有农水署的 也有国产署的 了解 所以我要先取得用地 土地使用统一书 可是国产署呢 它也不对个人 我当初有问说 我们用初音山协会的名义 要跟你申请用地取得 他们回复 很抱歉 我不对个人 我不对私人 他认为 不过你是协会 哪个人 他把协会当作企业 他是机关对机关 了解 所以这个用地取得上面 后来我们就跟农水署 这边发展管理处做协调 我们帮出以为 透过农村水保署 可以来协助我们 结果因为他们也没有土地管理权 所以他就协助我们去跟农水署谈 后来才知道 那农水署这里 去把半补拨 就是把那个 那个郡路的那个管理权 土地拨给农水署 那他就可以同意 所以我们现在 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只能先用 示范计划的方式 了解 加设 我这样理解 就是说第一个 政府其实真的 严重忽略掉这一种 百万雄兵 水利为发电 这个的重要性 跟可能改变我们的能源困境的 这个可能性 第二个 我觉得政府有一个非常大的迷思 他说如果我工部门 公家的资源 拿来给你个人 或者是地方协会使用的话 会不会有图利的问题 可是其实在国外 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就是希望透过社区 公民的力量 透过社区协会 绿电组织 来去特别 不管是说在 短购电价的优惠也好 不管是在用地取得也好 法令松绑也好 只要你是社区为基底的 这种公民发电厂 我通通用最好的条件给你 国外是这样做 台湾完全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自己想办法 去突破那个困境 所以你要付出很多很多沟通成本 才勉强可以做这种示范计划 示范就是说有就有 他要停就可以停这样 没有就是说 我先跟农水署申请 刚开始以为三个月 我就可以取得 土地使用同意书 后来发现没有 他们走这个补波的程序 可能要花上两三年的时间 我这样理解可能总结一句话 就是要推动 唯一型的水力发电 最大的阻碍就是政府自己 是 没错 就那个整个 那个模式操作起来 真的非常简单 就放下去 电就来了 但是政府可能就是说 法令的松板 权责机关的不明确 或是种种的这种 没有一个特定的法员 或是鼓励公民电厂 这样子一个概念 那不过我们来谈谈 南华这个社区 初音山协会 你怎么会进到这边来 你好像不是这里人 虽然你是在地花莲的客家人 可是不是南华社区这里的 因为这个也是要从民国95年开始讲起 然后 Long Long Story 对对对对 那因为那时候客委会刚成立 所以吉安乡的客家 那时候也没有那么 大家对自我认同的部分 还没有那么强 所以我们透过一些资源调查 那时候的南华村长 就说他们南华村 我们南华村有很多宝 就是我们发现南华村有很多老师傅 会盖烟楼的 气势为强的 会木工的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真的是宝 所以我们先从口述历史 针对客家人 所以发现的确 可是他们讲的功法 尤其气势 我不知道怎么去描述 所以我就花了一点钱 请老师傅来叠气势给我看 我发现这个实在是精为天人 我刚刚有去看 刚那个阿条这个 就是这里很重要灵魂人物 我都没有用半滴水泥 我就是石头叠石头 九头嘎九头这样子 这样子下大雨不会倒掉吗 完全不会 完全不会 你看我们这个气势为强这边 也是从民国96年开始叠 叠到现在 你除非是车子很大的 直接撞下去 它才有可能掉下来 是掉下来不是倒 所以它很稳 因为它有抓斜度 这老师傅的技法真的是很厉害 所以你后来就来这边 深耕社区 对 因为发现这边做口述历史之后 是我觉得是老人生活的梦想 我觉得因为小桥流水 还有水浸 然后后来我们就弄了几个公园跟步道 那整体的生活环境 我们觉得实在超棒的 我就说我绝对不要带我老婆来这里 我应该也不要跟大家讲这个南华社区 因为这个应该就是住在都市里面最梦幻 然后一辈子最憧憬的退休的生活方式 刚开始 对 刚开始我们坐这个气势围墙 还有盖我们的农村再生俱乐部 大家会觉得说盖这个这样 不好看 以后很麻烦 可是有一次 有很多散步的人走来这里 他们就说 你这里好像人间仙境 很漂亮 然后长辈们就开始说 这个茅草良亭是我们自己盖的 我开始讲要怎么看 然后也讲说 这个气势围墙是我们叠的 所以他就觉得 成就感就来了 对 予有荣烟 没想到大家对这个气势围墙 这个农村再生俱乐部 设这么样的肯定 好 我不要再讲 等一下你们这边到处观光客 我就是要怪我 我们也很怕很大量的观光客 不过其实这里 其实很重要是从日据时代 就是一个非常有规划的一个社区 应该是这么说 我们是移民村的外围 所以我们这边以前是军事设施 所以像我们办公室 对面那个 它是仓库 然后我们对面 还有一间是未安妇的家 然后还有高阶军官的宿舍 然后还有总处繁殖厂 然后还有军机修理厂 山丘上面是炮台 所以我们是移民村外 所以我们这边以前是军事设施 人比较少 大概是日本人来之前 会有几户人家住 我那时候还不理解说 为什么那个轰炸要轰炸这里 因为老人家说 他们那时候美军轰炸 他们要跑到复里 亲戚家躲 后来经过口述历史之后 终于了解 因为这是军事设施 是重要的一个轰炸地点 这里是军事设施 也是高阶军官住的地方 对所以会是 难怪美军要来炸这边 所以我们是首轰之地 所以难怪长辈都会赶快躲空袭 刚刚我们谈到 为什么这一集顾环境的人 要来访问中宝珠 宝珠姐 一开始其实谈到说 因为他在花莲南华这个地方 成功经营创造出一个 微型的水链发电系统 可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宝珠长期在客家文化 在社区营造上 扮演非常非常关键 也付出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我刚有经过 哇 这边怎么那么多 好可爱的这些小马 Pony 小小的真的超可爱 又很乖这样子 然后他了解说 原来这里呢 就是之前日记时代 很重要 羊马的一个地方 可是转头一看 不要脸公园 我查了一下资料 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么 难听的这个名称 因为当初你在这边 然后想做一些社区工作的时候 地方可能会有一些 不同的意见 那可能用比较不好听的话 然后相互指责 那说既然有那一段历史 那就把那个名字留起来 变成这个公园的名称了 每一个所谓的开创 或是社区工作 都有他酸甜苦辣的地方 当时应该遇到很多挫折 对啊 其实我们在叠气时 这个围墙的过程 也是有人说我们A钱 就是说买超量 可是后来就讲说石头 它大大小小都会用到 小一点的丢在那个石头中间 当酒吧 所以那个算起来的那个差不多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整理 不要脸公园的时候 也是有人检举我们什么 盗卖国土 乱到垃圾 然后再就是侵占国有地之类的 然后甚至就是在 我们那个整理出来的石头上面 骂我们不要脸 A钱 所以呢 既然有人骂我们嘛 反正做社区 做环境运动 就是要顶着不要脸的精神 当初我们种草坪 也是跟南华国小合作 后来南华国小的小朋友 跟他们老师讲说 老师 为什么要叫不要脸公园 很像在骂人呢 对啊 我就跟老师讲说 老师 你要跟孩子解释 我们做很多事情 其实都被人家骂 尤其骂你不要脸 对不对 这个是最常听到的字眼 也是很难听的话 对啊我们就说 对 我就是不要脸 我就是要做 我就是坚持我要做的事情 所以那个反过来是 勉励自己 做任何事情 我们如果做社区工作 那个人骂我们不要脸 我们就退缩 对不对 我们就不做了 就放弃掉 做环境运动也是 我们被人家骂惯了 对不对 我们就是不要脸 我们就是厚脸皮 怎样 就顶着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继续做下去 所以我们现在长辈 讲到不要脸公园 也是很得意啊 对啊 我们就是一群不要脸的人 怎么样 我们就是做我们社区 该做的事情 而且我们也结合了马匹 来照顾老人 照顾我们社区的孩子 还有一些需要早聊的小朋友 早聊的孩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一种服务 做社区是服务 两种意思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 当别人骂你不要脸 你还继续做 那就是你真正信奉的 价值跟信仰 如果你信奉这样的 价值跟信仰 就算有人骂你不要脸 你都不可能因此而退缩 而放弃 这是一个第一个意义 但我比较乐观 或是正向来看这件事情 你要去经营社区 你要做一个环保运动 你要改变一些事情 一定会有很多挫折阻力 特别在社区里面 你说你是一个外地来的 没有那个信任基础 你要做一直做 也许是一年两年三年 大家说你真的没有在乱搞 你真的在努力为这个社区 为客家文化 为环境运动 信任建立起来了 所以反而是那个名称 是在大家在嘲讽当时 因为没有信任 彼此的猜忌 而信任一结合之后 很多事情就顺势 而且我们农村再生俱乐部 盖好之后 我们都很欢迎老人家 来这边泡茶聊天 把这边当作是自己的家 而且有个好处就是 过去他们都是听收音 买成药 来这里会 我们会给他比较正确的讯息 然后也互相鼓励 神经有一个独居老人 他孩子都在台北 他以前真的就是在家里 很无聊 听收音机就去买药 听到那个药好像不错 我有这个症状我就去买 所以你这个社区除了做环境 除了做绿店还做长照 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有绿色照顾 而且你们也有共餐 有我们共餐是很高兴自己煮 我们没有跟政府拿经费 是这样子喔 是 不然外面都说一餐30块20块这样 我们就是有绿色菜园 附近长辈有空的田地 是 我们就来买一些 就是自己种啦 自己吃 OK 然后左右绿色自己有多的菜 也拿出来供应 是 所以我们就是煮得很高兴 不过宝珠你其实 一辈子似乎有很大的转弯 或者是斜杠 我所知道你好像最早最早最早的时候 是当陶艺老师 对 本来是想当老师的到学校里面 后来是因为所谓的在有一个产业东移计划 那个时候想说在西部这些高污染产业 干脆移来我们台湾的后山 其实我很不喜欢用后山这个概念 好像所有的垃圾都可以丢过来 所以你那时候就毅然决然的投入 反水泥产业东移来污染花莲这个运动 后来包括焚化炉事件 包括像之前的书花改事件等等 书花高也是 这辈子怎么会改变这么多 我觉得可能是以前上台北都要坐火车 每次经过河中 河仁 还有亚泥 台泥 山藏 你就会看到很多矿区 就觉得实在是心蛮痛的 那尤其是我们从澳花到和平 那时候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和平海湾 然后每次到了那里 我就会知道我已经到家了 我已经进入花莲的领域 你就会觉得我爸爸在后站等我 他骑着摩托车载我回家 那种心情是不一样的 可是后来我回来花莲就听到说 要盖和平水泥专业区是既定政策 我们受的教育说 怎么会有既定政策这四个字 不对的事情不是应该可以 可以沟通 沟通 对对 那个环保联盟要反对和平水泥专业区 强制征收的时候 我那时候刚好要领那个代课老师的报名表 我那时候很想当代课老师 因为在台北有学儿童美术教育 那会是一个我人生蛮大的理想 想去当老师这件事情 可是因为领表在县政府 那天他们又在县政府抗议 我真的在我的陶育教室 扫地扫了半个钟头 要领不要领 要领不要领 很纠折 要去抗议不去抗议 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 后来有一句话答醒我 沉默就是默认 OK 然后我也觉得说 对啊 代课老师年年都有嘛 可是如果在这么重要的时刻 我缺席了 而且我又那么反对和平水泥专业区 是 所以我就决然去参加那个抗议 那也是我人生第一场抗议 了解 那就改变了你这30年的整个 对那就是因为一直在掉 一直在 因为要做政策研究嘛 你就会发现这实在有些 不合理不公平的地方 那原住民要为什么要失去土地 那为什么整个和平 那个矿区要东移到花莲 因为我们发现那时候 不只是和平水泥专业区 东海岸山脉 粘土矿也要挖 那如果说我们赞成这个 整个花莲就惨了 那时候还有沙石专业区 所以整个洞真的是 就像欣聪讲的 西部不要的垃圾全部要来 而且是矿区 矿区一旦设立 那就惨了 所以我为什么会那么拼命用力的 去反对的原因也是 我们绝对不容喜花莲被破坏 破坏水泥专业区进来 细土要采至山栈 粘土是东海岸山脉 白云石除了和平 还有很多地方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 真的对花莲来讲 是毁灭的一件事情 对绝大部分来讲 每次到花莲都是 好山好水 大山大水 可是对宝珠来讲 其实之前的好山好水 大山大水 看到说这边凸了一块 那边变赖厘头 那边连被挖掉了 那边鼻子少了一边 那个心会很痛 对 可是也是因为 就是这么单纯的心痛 然后本来要去领表 当代课老师 后来就去外面参加抗议 抗议完之后 也不是只有这个反水泥 刚刚我们也谈到很多 包括焚化炉的事情 塑化膏的事情 后来你也当了花莲 环保联盟的 应该是理事长 然后台湾整个环保联盟的 副理事长副会长这样子 这一路过来 其实改变真的很多 从环保斗士 然后后来去做客家文化 社区经营 后来转变到绿能这一块 身份当然有很多调整 你会说大概现在 也比较少那种 在街头直接的冲装 这几年下来 整个街头运动的形式 有很大的改变 可是你就变成是说 去做更扎根的事情 回到一个社区 你不要跟我讲说 一定要盖核电厂 我就弄一个小型的 微电力系统给你看 你不要跟我讲说 一定要什么样的一个 很大的什么媒体曝光 我就好好做社区 做教育 我知道说 每一年几乎包括一些 优秀的一些高中学生 甚至大学生 都会来这边去做一个实验 创新的微型发电的活动等等的 从一个街头的环保斗士 变成是一个文化工作者 变成是一个社区创造的营造者 再变成是我认为 其实有点像是 又回到你最早 你想当老师那件事 其实你现在就在做这个 应该这么讲 就是说 过去常常有人讲说 环保人士不死人间烟火 我对这句话 有很大的质疑 那人说大衣说 你受人的苦力 我说我在花莲 吸了中华纸姜场的废弃 吸了四十几年 我怎么会不死人间烟火 对不对 我们后来就是反书花糕之后 我就在想一件事情 我要落实我的理念跟想法 那我要有一个基地 刚好因缘际会 我就碰到了南华村 那在这里我们要讲说 我们常常在讲花莲的土地会粘人 是因为人情味 农村 可是我们也看到了农村的改变 渐渐人走了 不再粘人 然后人情味也消失了 所以呢 刚好碰到南华村 就跟他祭荡出火花 那这群老人 我们当初也看到 是因为工业发展 老人的智慧消失 产业不见 记忆不再被看中 所以老人觉得他在这里 好像就是慈慕之连等死 可是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老师傅变成我们老师 来教我们过去的盖烟楼 木工的那个 然后他们来当我们老师 教我们传统工法怎么做 所以我们就做记录 做记录把它变成教材 然后慢慢的这群老师傅 变得真的是老师 来教年轻人来体验 木工 竹工 茅草屋 气死怎么做 然后我们客家长辈 过去客家妇女 就是准备传统的 客家人最后做柜 所以我们也请她 把那个柜做出来 其实是我有点私心 是因为妈妈 以前很会做 可是妈妈生病之后 我吃不到妈妈的味道 其实我有点私心 就找别人妈妈来做 对 就是要吃到妈妈的味道 所以就开始 我们就说 神明生日 我们来做昂姑柜好不好 我们自己做 因为我在菜市场 买不到 正统的客家味的那个柜 所以我们自己做 就吃到妈妈的味道 后来端午节 我们自己包种子 然后清明节就包 那个草花柜 就这样子就习惯了 然后真的好吃 后来大家因为知道好吃 会有人订 我们说要预订 所以我们后来就发现 在农村里面 是跟着节气在过生活 所以节气跟土地 老人农田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推 跟着长辈过节气的生活 把过去的那个农村 跟节气的关系找回来 要不然现在你讲节气 大家不懂 所以我们觉得 比如说我们现在 绿色照顾一般都是 好像老人家要被照顾 我们的课程却是 让长辈来当老师 把那个节气的概念教我们 什么时候种什么菜 这个菜什么时候收成 多的我们就来腌制 客家妇女就开始教我们腌制 当老师来教我们这个课程 因为这个记忆也快要失传了 没错 不过我真的建议 期待你们如果说南华这边 有这么多厉害的老师傅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 所谓的工艺工匠 包括怎么让那个腌制的酱菜 或者是用做粿 那个记忆都要传承下去 那特别是那个阿雕这个 怎么气死 那个一定要把那个宝全部都挖起来 记录下来的 有我们有记录 就可以有一个很漂亮石头围墙 我们在不要脸公园 现在也开辟一小段的 那个是那个气死教育训练基地 有人要来学 我们就请阿雕来教大家 怎么叠气死 不过最后保住我来请教 就是说这30年来 如果你自己再想一想 为环保投入这么多 这么久 那中建你其实也参选过好几次 当然最近这一次是代表绿党 而且是部分区候选人第一名 当然绿党我觉得表现还是不错 我觉得都不会悲观 你至少大概有3%左右的得票率 不到3% 因为3%就可以有正当不错 5%才有分配名额门槛 可是还是不错 我其实都很乐观 尽管说台湾绿党在台湾很努力 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成长 但回到参政这件事跟环保运动 一直是有不同的想法 他说你就不要走体制内 体制内很容易就腐化 而且说实在台湾民众 也不是那么期待 这些绿党或是环保团体走政治 参政这一条路 你有怎么思考环保运动 过去我第一次代表绿党出来选是现议员 那时候为什么要出来选 是因为讯息 我们都拿不到第一手资料 你知道吗 我知道 然后你有监督的角色才会有力量 人的利益都巧好了 分配好了 然后什么都谈好了 线都给你画好了 才对外公布 你要怎么反对 所以就是说我们都是 他要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你当现议员 我们就可以事前知道 就可以发起反对 跟环保团体做结合 真的是有监督 而且有拿到资料的实权 要不要我们在外面喊 狗废火车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会出来选不分区 立委也是 其实我的野心没有那么大 我是希望绿党能够拿到 3%的增长补充 这样我们就有力量了 没错 不小心有5%这样子 所以我其实对于这次 没有达到3% 其实我也不会失望 因为长久来做环境运动 遇到的挫折其实很多 对啦 你有3%才要意外说 成功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是 让我们绿党可以去做更好的思考 连结 如何跟社区更密切的连结 我这次这样走是朋友带我去拜访社区 那也是长期的伙伴关系 那我发现 我去看了一下我的得票数 真的我觉得那个关系连结就很重要 我去拜访的那一些社区 基本上票有给我 了解 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不难过的原因是 他们有把我当作是合作伙伴 而且也信任我 这也给很多环保运动者 或者是说社会改革者 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就是说你也要经营选区 要 你也要经营选民 你也要对你的选民负责 而不是说冲撞冲撞冲 冲很重要 但是你还是要放下身段 一个一个的去跟他讲 为什么你要做这个事 因为拜访的这些社区 大概就是长久看到 我在春英山做的事情 还有我们很扎实的在推 社区文化 社区产业 老人的智慧这一块 还有做马匹辅聊这一块 他们都很认同 所以他绝对的也就是认同我这个人 一步一脚印 让他看到我坚持的 我从来没有背离我的理念 跟理想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每个社区有自己独特的氛围 其实我一直在讲社区不要模仿 应该找到自己的路线 那我在南华村这里走的就是 我们这种传统的路线 那个还有马匹照顾 疗愈的路线 那绿人的路线 都不是一两年的事情 不过我们今天这个Podcast 大概我说 我觉得连景上添花都算不上 然后因为其实宝珠 其实也得过很多的奖 那国家也办发了相关的 像是环境贡献奖等等的奖项 社区也高度肯定你 所有的环保运动者 其实也都认同 也是非常肯定 感谢你这三十年来的付出 可是节目最后 还是请宝珠谈一谈 我还是认为环保运动 有一些遇到一些挫折困难 甚至跟现在的媒体关系 也会有一些奇怪 因为这样子就是社运 媒体政府之间的角色 似乎也陷入另外一种新的局势 接下来一定有更多的人 投入环保运动 可是他们该怎么做呢 你就一个前辈的角度 我觉得过去的环保运动的模式 跟现在网路运动的模式 差很多 差太多 对 那我们算老一辈的环境运动者 网路媒体我们没有那么强 所以呢 我看到的也就会有 老一辈的环保运动的模式 新兴的 中生代的 跟现在的那个网路模式 运动 所以现在可以说 网路环境运动 就是靠路过 靠媒体 LINE 对不对 连署签名 现在都 对 都是透过那个 都万人响应 对 可是 但是你要叫他 走上街头 其实有时候找不到人 是 那以前我们是很扎实的 在街头连署签名 实际的 那个面对面 现在不是啊 现在都是靠网路 那你要号召人 除非是你有重大的议题 才有可能 搞到像那个 太阳花运动 那个是已经是 或者是 那当初的反抗 是碰到七波林 七波林 是 事件 是 所以大家高度关注 就雅妮那件事情 对 所以也是碰到了机缘 不过我觉得 我也是很乐观在想这件事 就是说 以前宝珠在冲撞 比如说返水泥的时候 那个是坐下来 手牵着手 然后警察用拉的 用抬的 用打的 是这样子在守护环境 可是我也不认为说 现在的年轻人 也是要用这一套 因为用这一套也行不通 也没有人要看你 他就势必是用这种新的 可是只要说 你的理想坚持住 对 现在我们 我在花莲 参与工部门 公私协力 就是过去 大家对生态环境的重视 没有那么高 所以过去的工程硬体 对生态环境破坏很大 那我们也看到 工程雇用公司 也是硬邦邦的规划 所以会破掉 破坏掉很多的 环境资源 所以我们现在 就是在搭那个桥梁 把过去 错的概念 慢慢把它防补回来 现在政府在推生态减合 那我们希望 过去的经验 跟我们过去的 那个工部门的经验 跟环保团体的观点 是有落差的 那我们也透过生态减合 各退一步 慢慢把思想观点拉进 最后朝向对生态环境 比较好的模式 那一旦 公务人员 有这样的概念之后 我们不敢求他 百分之百 照我们的意见 可是他只要六十分 我们就给他掌声 他有进步很棒 再来就是他们的设计公司 也慢慢让他们 有这样的概念 他有进步 我们也给他掌声 渐渐的大家的目标 会趋于一致 对生态环境的关注 也会越来越高 这也是我看到 其实这十年来 我们确实有一个 很大的进步 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工程 规划的第一时间 在画图的时候 我们就把生态 把环保 纳进去规划的第一步 当然理想一定还有距离 可是之后 不管是图画出来 有主张权力的这些官员们 他又有一些环保概念 而这些有监督的 不管是议员或是立委 也有这些观念 然后再加上 环保团体 或公民团体的力量进来 我们就可以慢慢 一步一步的继续往前进 对所以就是说 这部分也是观念的谋合 那上次有一次 在林务局花莲分署这边 有一个蛮有趣的经验 就是过去那个委员 他们都是关注工程设计 稳不稳 肩不肩 然后会不会被水冲坏 后来因为有生态减额 然后我们就提出我们的想法 我们说这个是自然溪流 你用三面光 对然后这样的设计 恐怕会影响 后来那个委员就很认真的思考 那个工程可以怎么样的改变设计 比较符合生态一点 生物的需求 他愿意帮我们想了 后来他还想说 也要感谢你们提供我们生态的资讯 这是过去我们不曾思考过的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很棒的一种交流了 他渐渐也在改变他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蛮棒的 我们在这个会议过程里面 就有达到那个 因为三四年下来 他们以前也很怕环保团体 所以我们一定会反对 一定会骂他们 后来我们在那边是说 因为工程我们不懂 那个什么要几度 要配比多少的钢筋 我怎么会懂 我就不是学工程的 可是你们愿意听我们在生态上的建议 愿意去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成功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会是 大家都在解构你知道吗 愿意去接纳一个新的思维 我们有一次也跟林保署的科长在聊 他说过去他们学工程 完全没有生态的观点 也没有学生态的课程 也因为跟我们接触 他渐渐知道 原来还有这些想法 所以其实环保运动 他不是只有在街头冲撞 但是冲撞非常重要 一致强调 如果没有冲撞的话 那个问题不会凸显 但是他是必须更多元 更多面向的 来去做一步一步的这些进步 把任何以前觉得可能是 万恶的这些恶魔党这些人 他其实也是可以被改变 他其实也是有进步空间 过环境的人 其实这个系列 我们是希望透过在台湾 从北到南 从西到东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他的一辈子为台湾的环境 土地生态付出努力 做出贡献 让大家知道 也思考我们接下来 如何让环境 可以更加的永续 这一集非常感谢 我们现在是叫做 东台湾的环保斗势 同时最重要是在 初音山文化产业交流协会 开创出一个非常关键的 微水力发电的一个模式 中宝珠 非常谢谢宝珠姐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节目呢 也别忘了要五星按赞订阅分享 让更多人知道 谢谢宝珠 好 谢谢各位听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